嘿,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Bing Lecture必应课堂的Tabular Asport Training之中文普通话课程 让你一小时之内学习成为Tabular专家 现在是Tabular Asport Training的第一节课,提解Dimensions和Metors 你将会立刻成为BI的业内人士,BI所做的实际上只有两件事 Dimensions和Metors,BI的全部工作就是处理好这两件事 我们要为Dimensions也就是维度建立 hierarchy 例如,时间、年、月、日、地理位置、country、stay、city、postcode 然后,具体到了人和事儿,如产品、category、subcategory、product 也可能是人,可以用男、女、年龄段等来分层级 另外,对于Metors,我们要进行计算 常用的有SumAverageCounter的 现在让我们登录DataExport.com Lecture 下载教学用数据文件 Fouders Excel文件 好,一切准备就绪了 现在让我们打开Tabular 连接到这个Excel文件 我们的数据现在已经落得进来了 带小日历的是日期型数据 带小地球的是地理型数据 ABC是字符串 警号是可计算的数字型数据 我们点击Sheet 给它改个名字 Demo 1 刚刚我们讲到的 BI always deal with dimensions and measures 在Type里里 Dimensions呈现为蓝色 Megers呈现为绿色 现在我们以日期为0 出入到Column 日期在Type里会自动形成Harking 由年 到季 到月 到日 这和Excel里的Jilldown和Jillup function 是一样的 我们将一个Megers CelsAmount拖到Zoth 我们先使用Bacha Keybler对Megers的计算方式默认为Sum Keybler对Megers的计算方式默认为Sum 可以对这个Megers 进行不同的计算 如Average Me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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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ally Beautiful Chart Right Now 好了,我们已经学到了Line Chart和Bart Chart 现在我们移走这些数据 下面让我们自己动手建立地理信息的海阿体 使用Ctrl键同时选取Country,State,City和Postcode 右击选取Create海阿体并命名为Jill 建成后我们再调整层级顺序 好,这个海阿体讲好了 将Jill拖入Color 将South拖入Rose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不同层级的地理信息带来的数据变化 OK,让我们回到State 这节课我们在学习如何使用区块性地图 点击右侧的地图图标 地图的颜色代表了各个州的销售量 让我们来调整一下颜色 由红到绿 代表销售额的由少到多 然后让我们再来调整一下颜色的透明度 一幅漂亮的MyChart展示出来了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同学们 The Tablet is put in one hour So,珍惜你的每一分钟